週日一早民眾新家代卷 在路邊大排長樓 綿延好幾百公尺 等著領號碼牌 你需要齁 大家都有15條好了 活動還沒開始 一千張號碼牌 就全部被領光 九點半準時開始拔蘿蔔 今天大約拔了30根吧 30根喔 感覺怎麼樣 感覺還不錯 這是第一次體驗到農民的辛苦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推動食農教育 開放中台武術館對面 1.5公頃的器座蘿蔔甜 民眾自備手套大袋子 要把免費的戰利品 統統帶回家 今天收穫怎麼樣 30條 回去的話就是 先煙蘿蔔 然後一部分的話就是煮蘿蔔 主要是碰好彩頭 鞠躬啊 親戚啊這樣子 沒說要做蘿蔔糕 一人限拔15隻 折合市價大約現賺900元上下 吸引了超過2000人幾進會場 卻有民眾把小客或變形的蘿蔔 當場折斷或丟棄在旁邊 瞄變蘿蔔粉場 大家都急著想要摘 就有點亂 有些人比較沒有功能 先拔一拔丟入邊 主辦單位避免民眾等不及 先過來偷拔 前一天才公佈活動地點 沒想到時間一到還是大爆滿 場面一度失控 蘿蔔大戰不到一個小時 其實就迅速落幕 記者 春光臨林傑 南投報道